歡迎來到 TBS少康戰情室 專門希望的特別來賓 陳廷菲委員 陳鳳鑫小姐 李全教委員也是前議長 江啟臣委員 李永平前副市長 徐宏廷議員 好 美國最近打過 打上眼了 美國前一陣子F22 打掉大陸一個氣球 現在F16 又打掉一個叫做 八角形的飛行物 到底是什麼 講不清楚 有可能是外星人 居然還有一個將軍說 也不排除這種可能 到底是什麼 五角國防部說 可能在監控我們 可能在監控我們 那是什麼來監控他 我們看美國最近四次 四號在South Carolina 打落大陸的間諜氣球 十號在阿拉斯卡上空 擊落不明飛行物 十一號在加拿大北部 育空地區擊落不明飛行物 育空就是加拿大跟阿拉斯卡交口 所以很多人要去看什麼極光 什麼都要到育空這個地方去 十二號F16 在美加邊境附近的修倫湖上空 擊落不明飛行物 不明飛行物 其實就是UFO UFO 四次現在只有一次知道 說這是中國的 其他三次是誰的也不知道 是幹嘛也不知道 最近頻頻出現 好 那麼另外就是 美國的眾議院 針對中國及共產黨的一個 特別委員會 本月底要正式運作了 他們想要在台灣開聽證會 在台灣開 老美有在國外開聽證會的嗎 像我們立法院 可以到美國去開個什麼聽證會嗎 他們說有 我一看趕快什麼時候 說南北戰爭時候 國會也曾經在前線開過聽證會 那也是在美國本土 台灣是你美國的前線嗎 所以顯然老美心理認為 台灣就是他的前線 這個心態很有意思 這是什麼意思 2024年 1月台灣要選舉 總統要立委 11月美國要選舉 美國是大規模的選舉 總統 副總統 34個參議員 435個眾議員 33個州長好像 基本上還是13個州長 反正是大規模的選舉 台灣搞不好就變成 美國一個政治舞台 想要混一些曝光率的 CN報道一下 FOX報道一下 紐約時報報道一下 華盛頓報道一下 都到台灣來 然後對大陸喊話 從這邊就看出來 要在台灣開聽證會 我們看一下 13日是他這次 反台述職的最後一天 道立法院與外交委員會 立委查詢 只是立院還沒開議 所以內容不會納入議事 記錄等於一切都是非正式 其實定期的這個 有立法院的訪團來到華服 我也都會照慣例 來跟我們的訪團們 來做簡報 在國會留下紀錄 還是不一樣 如果說未來有機會的話 也可以希望正式的到 立法院來做相關的一個 委員會的一個備詢列席 但仍有不少立委 原本還在國外 前一天特別趕回來 要第一手掌握台美動脈 尤其日媒報導 美國眾議院新成立的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 正在討論派遣代表團訪台 更不排除在台舉辦聽證會 以對承受中國軍事壓力的台灣 表達支持他們最快3月底 開始會有一次東南亞行 他們想要來台灣的這些細節 我們都還沒有開始做規劃 這次反台時間差不多一個星期 蕭美琴也無跟府院高層討論這件事呢 蔡總統有可能在下半年過進美國 這個下半年期程會讓中國整個炸暈了 到邦交國去出訪 是相當例行的也非常常態 那是目前並沒有很細部的 這個確切的方案 但是後續我們會繼續來保持聯絡 翻美前出沒立法院蕭美琴戴上貓咪口罩 似乎有意深化他外交戰貌形象 好 那麼美國的中國委員會 有可能在台灣開聽證會 我們的蔡英文中 也有可能到美國訪問 來 請成兄怎麼看 今天早上剛好有跟蕭美琴 他這個算是私下拜訪 私下查緒 其實不能算是正式到立法院 因為他是反國訴職 反國訴職當然不一定到立法院 但立法院絕對可以在會期當中 邀請他回來做專案報告 所以今天我有特別有跟他當面在講說 其實應該是在會期當中 回來立法院做一個正式的報告 才是正式對民意負責 接受國會的監督 而且在國會留下紀錄 尤其美中關係 還有美中台三面關係 這陣子這麼的嚴峻 或者是說對大家影響很大 其中我有提到也跟他問說 這個美中戰略競爭委員會 是不是真的要來 其實四月份或者這個春天 大概會有三個很重要的 美方的團體跟個人 一個就是議長 一個就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馬卡爾 這是新的 然後再來就是這個委員會 總共這三個 這三個目前根據他的說法 只有這個議長的部分 他沒有送計畫 沒有提說要來的具體計畫 另外兩個這個機器 就已經跟我們有提要來訪的計畫 針對是不是開聽證會這件事情 希望以前的回答是很保守 我們再來做適當的安排 顯然一定有觸碰到相關 類似的東西 這個聽證 來這邊你說 有美國國會在台灣開聽證會 這我們不會接受的 因為我們自己的國會 主權 這個有主權的問題在內 可是他能不能來蒐集台灣的 公眾的意見 那很多種方式 對不對 你來立法院跟委員座談 也是一種方式 甚至他還可以透過AIT說 AIT來拜託民進黨 職人黨的委員 在立法院辦一場公聽會 然後他們來的人去列席聽 有沒有可能 也是一種可能 甚至是他在AIT辦 在AIT裡面辦 邀請相關的各團體的代表 我們到AIT來座談 所以這個所謂的Pipe Hearing 看他講的是多麼正式的 還是說只是一個 鬆散的意見蒐集 但不管怎麼樣 你說他由他們的國會主導 在台灣辦美國的國會的聽證 我認為是不可能 很奇怪 這我們無法接受 是 陳偉 基本上大家都還滿關心這一件事 確實說在體制的部分 到底會不會美國的國會 在台灣來辦聽證會 而且還這個議題 可能觸碰到所謂 中國的議題 到目前為止 我們跟外交部了解 還有包括美琴回來 然後我們側面跟他了解一些訊息 目前確實並沒有規劃 是說可能有這樣大家 媒體在傳 然後他們自己本身 有這樣的一個說法 個別的議員有這樣的說法 可是我覺得這個都不盡成熟 可是確實也變成是一個討論的話題 大家都希望說 其實美琴這一次回來 說真的很有誠意 她趕快利用時間 短的時間 因為現在跟美國之間的這些交流 其實是比過去更熱 而且在美國有很多的行程 都還在走 所以基本上她趕快回來數值 然後在這一段時間 也安排了跟國民黨跟民進黨 還有其他在野黨的碰面 雖然這個啟程說 可是這是私底下 並沒有辦法把它變成是 所謂的在立法院的一些公開紀錄 其實我覺得交流最重要 其實是不是公開紀錄 我覺得過去我們都 曾經遇過很多的大使 雖然說短暫 然後到立法院備詢 可是那個備詢的時間在公開 根本很多是沒有辦法談到的 反而在私底下 雖然沒有辦法做成紀錄 可是很多比較深入的一些問題 是可以問到 而且比較了解得更清楚 更深入 否則你說在立法院質詢 那種質詢的舞台場合當中 或是媒體的公開場合當中 說真的很多事情就是公來公往 沒有辦法去談到很細節的部分 所以我還是認為說 其實美琴在 趕快再利用這幾天 安排跟各部會 還有各黨派的委員來接觸 然後甚至來報告 我覺得是極盡誠意的 當然對立法院來講 最好能把它請到立法院來做報告 有尋打 但是現在既然做不到這一點 好不好 就開個查會 就變成說沒有一百分 今天只有半個小時 40分鐘也談不到什麼 有個50分 禮貌性拜訪 對 禮貌性拜訪 至少讓你們也沒有什麼 可以太罵他的地方 好不好 ET Today的民調 老共犯台可能性怎麼樣 42.4%認為可能 42.5%還認為不可能 居然會這樣 這麼一半一半 另外美軍會不會派 一半一半 47.7說會 46.8說不會 也是一半一半 那鳳君 我覺得其實現在 現在美國的態度 我們必須要把它分成 三個不同的單位 拜登政府行政部門 是其中的一個看法 然後國會議員 是另外一種看法 民眾的反應又是第三種 我覺得民眾強烈的感受到 跟大陸之間的敵意 不斷的在升高 這件事情是 氣球事件當中 產生的影響 所以它影響是非常的 非常的普遍的 各式各樣 大陸的任何投資 都有可能引爆 整個美國的敵意反彈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對於中美之間 未來要管控戰略競爭 這件事情變得越來越困難 但是行政部門 跟國會的狀況 就剛好形成相反的一個態度 對於國會而言 同樣都是明年底 美國國會跟總統要舉行選舉 可是他們的表演時間 我常講我就說 他們現在就是把台灣 當成一個表演舞台 然後每次都拿台灣 作為一個秀場 這件事情其實 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是很不滿的 因為他們獲得的 都是個人利益 對台灣來講 幫助是有限的 那麼可是他們在 以台灣為秀場 那個時間點是不一樣的 美國國會議員 最有可能的時間點 其實就在今年 因為明年 你要知道眾議員 他們的選舉 趙燕妮你在美國待過 全焦妮也在美國待過 你們都很清楚 他們的眾議員 其實很小選區的選舉 所以他們非常的local 然後都必須要在地方上 不但是爭取支持 然後有的時候 就可能必須要去募款 所以明年全年 會是他們在 他們的選區裡頭的 重要的募款之旅 對他們來說 那個選區的經營很重要 他們不會往外跑出去的 所以他們不會出國 所以他們要以台灣為秀場 只能夠在今年 然後拚命的去秀 他們怎麼樣以台灣 作為他反中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舞台 可是總統候選人 就有可能是明年 不太可能是今年 因為今年還產生不出 總統候選人 所以比較有可能是明年 這個是時間差 所以國會議員在今年 層出不窮的 以台灣為舞台的 這種演出會非常的多 但是在行政部門的部分 你剛剛提到 前面提到四顆氣球 第一顆氣球沒辦法 這個輿論已經草高了 中國大陸也承認 那是他的氣球了 所以那個就沒辦法 把它給淡化 後面三顆氣球 你有沒有注意到 美國的行政部門打下了之後 就拚命淡化那個重要性 然後也拚命的淡化 它跟中國大陸的連結性 為什麼 我覺得上個禮拜 有一個場景是最特別的 當氣球發生了 這樣的一個事情之後 最想要去大陸訪問的人是誰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他第一時間就說 他還是要去大陸訪問 而且就是要去盡快 越快越好 你在回到農曆年前的時候 他特別飛一趟瑞士蘇黎市 然後去跟大陸的副總理劉鶴 劉鶴今年三位就要下台了 他急巴巴的跑到瑞士 然後去跟他見面 目的是什麼 你談談談 談到他的那個飛機都要起飛了 然後他才不得已離開蘇黎市 我認為葉倫現在有很強烈的急迫性 要跟大陸談判 協商 以葉倫所主管的業務來看的話 其實除了美國公債 我想不出有任何事情 可以逼著他要這麼樣子的急迫 如果他在美國公債議題上面 必須要取得大陸的大力合作的話 那行政部門的態度 就不可能強硬 大陸一直在賣他的公債 而且日本也在賣 所以他必須要找到買家 好吧 台海開戰 到底他要不要去當兵 22.5%說不願意 20.2%說如果沒辦法 只好配合政府 你們等我去當兵 我怎麼辦 19.6%說義無反顧 我願意先上戰場 另外有18.4%說我想辦法能夠 其實他不是他 他認為政府應該想辦法避戰 盡量避戰 他怎麼避戰 要不然他躲起來就是逃兵 變成這樣子 反正這邊的民調就是說 只有19.6%是說真的義無反顧 其他人 之前做過那個調查是說 你要不要年輕人是現在 義期從什麼四個月到一年 很多人都贊成 當然贊成 要知道他們去 這個是說你要不要上戰場 我上什麼戰場 對不對 我幹嘛上戰場 就反映實際的民情在這地方 我們休息一下 再回來 19.6% 今天蔡英文自己去頒包養令 讚美星雲大師上善若水 臥會搖方 而且力處世界宗教共融合作 這是因為星雲大師 今天等於是他的一個典禮 當然大家覺得會比較遺憾 說大陸本來有一個團來 大陸還是有人來 但是有一個團 那團裡面有12個 大概跟國台辦有關的 他就不准那個團來 說你要申請 那個團因為整個團有38個人 所以基於團出 他們前天已經到了北京機場 然後發覺不能來 就離開 然後跑到江蘇 江蘇的大爵士 因為星雲法師 團在那邊剃肚的 也在那邊宣道 他的師父在那邊宣道 所以他們就到了佛光山的主庭 江蘇宜星大爵士 調驗星雲法師 同時跟台灣的佛光山 的主持星雲法師四項同化 陳建仁是說 因為中共官員沒有遵照 過去的機制申請 所以不給他們來 還發了一個新聞稿 基本上就是說 郭台辦就反映了 他說民進黨是罔顧人道主義 所以人家只不過來 平調星雲都不給他來 之前我們聽到的是說 核准的一百二十個 只是不准那個葉曉文 前宗教局長來 那就不准一個 可能有可能也就罷了 後來發覺不是只有一個 三十八個人 團都不能來了 中間十二個 跟郭台辦有關的人 那葉曉文說 願星雲喚醒不肖子孫 另外當然也有律師說 葉曉文如果違反人類罪 應該叫他進來 抓起來 那冯士官今天也去了 冯士官感嘆說很可惜 他說他已經答應說 不講政治的事 他說這是一個最好的 教育跟交流的機會 我們把它喪失了 非常可惜 事實上也是 你想今天蔡英文如果頒獎 等等之類的包揚 道路那些官員也得坐在台下 他能夠做的時候 我就站起來走嗎 不可能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我一直不解 所以這種宗教吊艷重視 你還在那邊拘泥於那個什麼程序 用程序把它封殺 真的有意思嗎 我常常覺得兩岸之間 對台灣最大的保證 不是去一直增加國防經費 而是讓大陸人對台灣覺得好 有多幾項新聞這樣的人 大陸人也敬仰 也欽佩 這樣的話才是保護台灣最好的方式 來 邱教雄 你們看這事 我想兩岸的交流 從以前我陪連戰連主席 到大陸到今天 從蔡英文總統 開始斷絕兩岸的交往 我覺得對台灣人民 是一個非常可惜的事情 我記得我在當立委的時候 我為台灣爭取了一個 私募於的契作 之後我去到這個鄉下海邊 到現在民眾都一直問我說 私募於契作什麼時候可以恢復 這完全對民眾的一個 單方面的一個好處 蔡英文執政她就把它停掉了 當然她執政有她的一個想法 但是就兩岸的關係 跟一個國際的關係來講 中國大陸是我們臨近一個 最大的一個國家 你不跟他談 跟他斷絕往來 甚至這一次星雲的一個宗教事件 你連宗教的交流 不管說大陸出現什麼瑕疵 我覺得你蔡英文政府 你應該以更寬闊的鄉軍 既然是宗教交流 你就是開綠燈給他 這樣子大家才會覺得說 你蔡英文政府 你真的是有為台灣人民在想 兩岸的交流基本上是百姓的問題 不光是這個國家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 藉著星雲的事件 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其實民進黨內部 他去年就已經通過 這個兩岸三通要做了 他們不管國安會 不管是陸委會 不管他們諮詢單位 我們都知道 他們開會已經通過了 就說可以閃通了 就等蔡英文拍板 結果你們內部既然決定要通 結果這個郵報枇杷半遮面 為什麼 有需要嗎 所以我覺得 蔡英文政府 在處理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有他不妥的地方 在台灣人民的立場 我還是強調 兩岸必須要談 而且必須要通 這才是符合 台灣人民的一個利益 我們看一下當時的狀況 向星雲法師鞠躬悼念 大陸吊咽團來台前一刻 突然打到回府 改前往佛光山主庭 江蘇疑心大絕寺 但這理由引爆爭議 原本 昨天真的無法 到佛光山 向星雲法師國際度的暴露 但是這並不難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 不過無法自信 就是這句 眾所周知的原因 暗指政治因素卡關 在台灣才無法來台 但其實是釣運團名單當中 被發現陸方一行人 夾雜統戰部 以及國台辦12名官員 說來有前大陸宗教事務局長 葉曉文 還有揚州市副市長劉劉 申請時卻假冒自己是江蘇省台辦 企圖使用假身份闖官被抓包 但對於無法來台 前大陸宗教局長葉曉文卻批評 民進黨當局可以阻擋叼燕團 毫無人道主義感到憤慨 然而令反擊沒人道主義的人 其實就是他 陸委會指稱陸方不照規矩 國台辦則反控我方阻攔 兩岸交流演變交惡 阿永平 我覺得這次民進黨 用很多這種技術性的問題 而且又用很多政治的口水 來阻礙大陸的人士 到台灣來吊唁星雲法師這個事情 其實不只是說從人道上 從宗教情懷上 各方面大家覺得不能接受 然後很多人 我們看到這次大家說 都覺得很可惜的 其實已經超越傳統藍營人士了 連部分跟綠營有關的人 甚至像蘇煥志前縣長 還有柯文哲前市長 都紛紛的表示 這個非常的惋惜 覺得說為什麼兩岸 能夠春暖花開的時期 卻硬生生的 在這個最沒有爭議 最應該用這個人情友愛 人道關懷 而且大家對星雲的敬重 可以化解的時刻 你為什麼要喪失這個機會 可是我認為 這個背後絕對沒有那麼單純 我覺得蔡英文政府 會在這個時候 連星雲的這樣的一個 吊唁都禁止 其實她是在下一個很大盤的棋 因為搭配前一段講 蕭美琴這個時候回來 她還是在做給美國人看 那麼積極的做給美國人看 真正的關鍵是什麼呢 我覺得是上一段 我們看到TVBS的新聞裡面 有一位國際法學會的獨派學者 在黃光琴的節目 提到一個重點 她說下半年會有個大事情 蔡英文要到美國去 這個是不得了的震撼大事 第一個 第一個 今年台灣是選舉年 到了下半年是何等敏感的期間 如果現在蔡英文 連兩岸能夠解凍 春暖花胎的機會都不給 一心一意的就是要 符合美國的利益 然後配合美國 激化大陸的反應 然後目的就是要年底 跑到美國去 在這種緊張時刻 有意的把兩岸危機弄得很高 剛才我們前一段 已經看到了 ET Today的民調 如果兩岸真的緊張 只有20%不到的人 願意赴戰場 換句話說 有80%的人是反對的 這種明顯的 對民進黨的選票 不見得有利的操作 那又為什麼呢 會不會有一種可能性就是說 蔡英文真正非常不滿賴清德 非常的覺得她現在的權力 這樣子她受不了 她故意的在年底 跑到美國去想辦法挑釁 把台灣情勢弄得很緊張 所以她到時候可以以總統 以情勢為級的情況下 她凍結選舉 會不會這樣 我不是說事情一定會這樣發展 但是我從年初到現在一連串 我不得不覺得這背後 我嗅到了一種不尋常的訊息 鳳婷 我覺得這件事情 其實跟上一個事情 可以一起來談 就是說從氣球事件 你可以很明顯的看到一件事情 就是當整個中美關係 它已經急速惡化了 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一個氣球過去在冷戰時期 其實常常發生 有時候打下來 根本都不會變成新聞 也不會變成什麼部分的時候 但這一次它變成了新聞 它也被打下來了 它正式確認說氣球同時是美國 也有美國往山東飛的 也有中共往美國飛的 這同時都是他們的資產 都是他們的資產 可是仍然被打下來 所以其實美中關係進入了一個 類似準交戰狀態這樣的一個部分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你可以看到 每一個國家其實都有鷹派 都有鴿派 剛剛鳳英姐所提到的 葉倫他希望能夠透過談判 布林肯他也希望透過談判 可是氣球事件正式讓這件事情 變成沒辦法談判的 這個才是我們應該要觀察的 一個重點 也就是說這一次的氣球事件 它造成的一個危機就是 美中到底是在共同控管 這樣的一個危機分歧 我們是在做一個預演 然後你可以看得到 我相信台灣現在沒有人 不會認為自己是什麼 我們就是什麼 美中對抗的牌 但就算我們是美中對抗的牌 我們這一張牌 也有自己決定能力的 這樣子的一個主要責任 我們到底是要把這個事情 往什麼 往更嚴重的方向推 還是我們可以適度的扮演 一個哭蕩的角色 所以其實這一次我覺得 星雲的這個吊念團 我自己一個結論其實很簡單 就是聽其言又何妨 為什麼我們不讓 這樣的一個契機發生 就我們何妨聽聽看 他們想要講什麼 剛好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契機 他們真的有人過來 我們可以甚至聽聽看 聽聽看對你來講 一點損失都沒有 而且你可以正式的確定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情況裡面 坦白講在所謂的 民族主義衝刺的時候 要去當一個鴿派是很辛苦的 你看美國的國會就知道 現在要選舉的很少人敢當鴿派 但是如果每個人都是鷹派 每個人都為了自己的利益 這樣子衝 每個人都拿這些所謂的 一些之為末節的事情 拿來當所謂的這個衝突的 這樣的一個機會的時候 兩岸注定就進入所謂 敵意螺旋的這深淵 所以在這個地方裡面 當然還是要有人去扮演 所謂冷靜的角色 我覺得現在我們就要去思考 這個問題 也就是我們就算是一張牌 我們也要當一張能夠冷靜 能夠有自我掌握的這張牌 這才是重點 基本上看你從什麼角度看 就是說我們一直說 我們願意跟大陸談 大陸設了一個前提 對不對 我們說我們不要這個前提 他現在來了 來了 他也沒有跟你設什麼前提 他就來了 這個是不是一個機會 是說我們彼此互相是一個善意 也好 你現在硬把它擋下來 對以後的交流真的有幫助嗎 休息一下再回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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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